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关于中国经济 细胞纸是吹过很多牛逼的 把广大投资者害惨了 谁听谁倒霉 谁听谁亏钱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论述 那就是东升西降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中国东方越来越好 什么西方这些欧美国家是垂垂老爷 不行了 他心里面拜登也这么说的 拜登跟他经常通话 他说习近平这个人 他是打心底里求不起这些民主国家 包括他 你看他听的 那些什么张维维啊 这些就整天告诉他 这些国师啊 说那西方国家整天讨论讨论 没有效率 你看我们都牛逸啊 习包子 习主席一说干就干啊 所以我们效率很高啊 我们集中力都办大事啊 所以这个西方国家怎么比得上中国呢 他就这个论述嘛 对不对啊 我们一说清零就清零啊 一说转运就转运啊 把27个人转运到山沟里面去 其实啊过去这三五年 乃至是十年啊 就习包子上台这么多年就这么多年 中国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还是任何实体经济 你看都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啊 你看股市不用说了 过去十年 你看人家拉斯达克指数涨了多少 那偶尔有一天他涨他涨的比他好 他哇吹啊 发动宣传机器啊 到处吹 最近今天 中国股市比美国好的 这个臭不要脸 简直臭不要脸啊 然后包括房价 你看现在全倒霉了呗 啊什么买中国房子的买买 包括香港也被他害惨了啊 就就跟了这么玩意啊 也也害惨了呗 现在中国香港人也知道了啊 什么啊 你看现在要把房子卖出去香港 听说啊也没有八折卖不出去 跟之前比是跌了好多 而且你实际要交割 要卖的出去 要能变现 那这都是很困难啊 股市哎呀 连最差的 那个人口连连衰退的日本 那股市都不知道 比中国好到哪里去了 还包括什么欧洲啊 你觉得不太起眼的 无论是什么法国股市 德国指股市 英国股市 哪个不比中国强啊 所以这是一个论述啊 还有一个论述啊 把大家害惨了啊 就是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哎呦我去 这这也是简直臭不要脸 你压中国有什么红利啊 以前啊 他觉得中国很多红利啊 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分析啊 其实这是疫情 大家知道了 全世界都有的派钱啊 遇到一个一个这样一个疫情 是吧 一个疫情 也是你细胞子搞出来的啊 连泰国都有的派钱 什么柬埔寨都有的派钱 那东南亚国家都有的派钱 那菲律宾都有派 有派过钱 就里压中国啊 就派过什么呢 派过优惠券 人家都像日本啊 派有些是什么现金券呢 什么人家那玩意是现金券 中国那玩意不一样 中国那玩意其实不能叫现金券 他整天说 中国派了几千 都多少几个亿啊 他说一派就几个亿 但是人均太少 人均10块钱啊 人均50块钱 说派那个是现金券 其实不是 中国那玩意叫做优惠券 因为他必须消费100 那么抵扣10块 这玩意跟现金券还不一样 比如有有些地区和国家吧 他比如澳门好像最近就又要派8000啊 所以我说的港澳嘛 始终哎一等洋人二等官呢 都要始终比这中国大陆韭菜要好一点点的 这个是这个现实情况啊 人家派8000 那人家那玩意是8000 你就去用就行了 哪里需要的他8000不是说我要花个8万才抵8000 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没有那么多套路啊 所以中国呢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红利 我细胞嘴一张嘴就共 我们的让全球投资者共享啊 中国的红利 你那玩意就是个坑啊 就是个巨坑 你那玩意还红利呢 把人家害惨啊 谁头谁知道 你看过去这么多年 搞到最后曾经有很多港商台商以为中国要赚大钱啊 跟着中国赚大钱 现在都知道了啊 共产党这这这套玩意 他最后肯定要割割韭菜的 所以就你觉得你能与狼共舞 你能玩得起 你就跟他玩了 但是及时退出啊 谁谁谁走慢了 谁谁谁没走都没有机会 你牛逼 你看人家李嘉诚也是牛逼吗 他也是与狼共舞 也玩了就是玩了十几年吧 玩了人家及时退出啊 但是我们这个诗篇啊 我们除了说理论 我们拿出实证来 今天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话题呢 就是看到啊 哇 欧美国家现在好像有大机会啊 有大机会啊 我们来看啊 这个9月23号啊 这个据彭博社报道啊 大媒体欧盟将在下周宣布能源系统 数字化计划 一个大计划啊 致力于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啊 一方面是应对这个俄罗斯现在打能源牌嘛 我说俄罗斯能源牌已经是不行了 说对 你看你能当时一吹啊吹牛逼了 我油价涨到两百三百 那现在全部跌回去了 啊 天天说什么能源危机 有能源危机吗 我就看不出有能源危机 我说真的 你石油价格跌成这样 跌到今天79块啊 其实这真正的八斤涨了多少 涨涨了两三个月吧 然后是普遍的西方国家 普遍都派的钱啊 都政府都是做出了就一定的补贴啊 就是高物价啊 这个方方面面 政府始终做了事情 所以真正的八斤 你说很大很大影响的 起码没有中国那三年清零大 对不对啊 所以啊 呃 这个这一方面是应对一劳永逸了 以后就别说了 也也不用依赖俄罗斯 也不用依赖什么什么其他国家了啊 就就以后啊 我们这个欧洲发展这个可再生能源 也会解决这个环保问题啊 甚至很多年车 这是很长远的 人家这有文有录啊 你看做出来东西 不像细胞子一搞搞什么核酸 搞搞到今天 还在搞疫苗 全世界那么还 那疫苗都不知道卖到哪里去 现在除了中国要打疫苗 你看全世界都因为 确实没有太大作用 你看到就包括西方文明国家 对不对 现在都可以说这个 我都可以明确说这个话了 因为确实就赶紧比打疫苗快 是吧 那现在打疫苗呃只能讲就是有部分人员 人口吧 就是呃什么什么很高龄的 九九九十多一百啊 在在西方文明国家啊 他他可能有有这个需要 有这个需求 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啊 没有这个需求啊 根本就啊 所以他整天投资都是错误的 细胞子啊 要求二零二三年之前啊 这个基础设领域建设投资多少 五千六百五十亿欧元啊 约合人民币三万九千亿元 四万一投资啊 这这不是开玩笑 这里面你看啊 呃提出很多具体的目标 在二零二七年之前 在欧盟地区所有商业和公共建筑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在二零二九年之前 在欧盟地区所有新建筑宅屋顶上都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啊 这个日本也在做类似的东西啊 是好像是东京啊 那个小石履地啊 百合子是 提出也是东京都里面 你在东京都建新建房子以后 也是全部一律安装太阳廊啊 你没没的本事 对吧 当然你能在东京建建一户建啊 那基本上啊 这个这个不是问题 那压根不是问题是吧 啊 然后也是增强这个城市的韧性嘛 啊 这个一般这个政治家还是要有一点预见性嘛 你总总不能这个这个一般民众说那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对不对啊 啊 在2030年底之前啊 保证这个3000万辆啊 零排放汽车上路啊 未来五年内啊 他也没说这一定是电动车 反正零排放啊 他的目标很明确嘛 就就是一个排放问题 而未来五年内安装1000万台热泵啊 同时欧盟这一计划还包含将从2024年推动电力数据共享机制提高欧盟能源市场的灵活性 比如允许太阳能电视板电动汽车电力数据接入网络啊 这牛逼啊 这种呢 就投资拉动啊 西方也有投资拉动一样样的 而且人家有钱啊 人家也你看到这么大的疫情到现在 人家还有这个底气还能够提出这个这么大个庞大的计划啊 啊这是个巨大的机会啊 啊能够提出一个有远见啊 有有能落地啊 有很具体的一个计划 人家就去投资啊 人家就去参与啊 你看我四万一这里有个市场啊 所以就就很多商家就参与进来了啊 有有啊 可能是施工安装太阳亮电视板的啊 有这个做做销售的啊 那你就养活很多人了啊 那整个产业电就拉动起来了 对不对啊 啊要很多这个外外资投投资也是进来了 对不对啊 啊这这不就把这这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不就不就拉动了吗 对不对啊 那中国你看到现在我看就最最近特别最近三五年啊 这提不出一个有有素质的一个方案出来 没有啊 这个到现在还在青年啊 还在还在实践什么核酸产业员啊 什么什么是新冠疫苗产业员 那这个你说这有有有卵用啊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啊 就是这方向都完全不对啊 投资投资方向也完全不对啊 呃 这里面一个是机会吗 另外一个我看可能是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没钱啊 中国政府没钱啊 也一方面自己做的 一方面也是整个国际局势在转变嘛 呃 很多外资产业链啊 转走 嗯 就是 他经常说一句话啊 就是 我们预留了政策空间啊 叫做 我们没有把这个政策工具打完吗 他不会说我们没有强力啊 大嘴漫灌啊 我们为后面预留了政策空间 其实这句话特别具有欺骗性啊 就说出来哦 我们后面还有子弹 他告诉你我们后面还有政策 其实他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么大个疫情 他没有提出一点刺激呢 背后就是中国政府肯定是没钱 这为什么会没钱后面究竟怎么搞的 我们现在反正很多的可能搞不清楚 呃 但他建了很多计划 比如这个高铁到现在还在建 他还要在什么翻一翻啊 什么里程还要翻一翻 呃 建了一个港洲澳大桥是吧 那到现在你说的港洲澳大桥不是就 这里花了不少钱啊 还有搞航母 就是他钱没用到位啊 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是有点钱的 就全搞砸了 搞回来个熊安 熊安有有有卵用啊 一个熊安一个港洲澳大桥 你说这些花多少钱 还有了这三辆航母 整天在污染环境 那么走来走去喷黑烟 你说有有什么用 也无种台湾 我看呢他也没着本事 是吧 那你说这搞来搞去 这全浪费钱 而且人家这个做了 是有长远的考虑啊 经过议会啊 他肯定是有各方面论证的 那中国这个就是领导 你说这是领导拍板 一拍板 觉得现在全拍错了吗 我就是全拍的都是错的 嗯 还有就法国啊 种种迹象表明 欧洲的新能源时代啊 正在提述 除了欧与欧盟 运量三万九千亿重大计划以外啊 法国也有新的计划 当地时间9月22号啊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新演讲透露啊 下周将会提交可再生能源相关法案 这些都投资计划都是商机 所以资金都往外润 为什么人民币会贬着呢 就是我赶紧到外面投资去啊 外面有机会 你看这里几万亿那里几万亿啊 有有机会啊 中国这里吧 都都投产业核酸产业也算了 是吧 是吧 啊 啊 你看可再生能源项目啊 速度要提升一倍啊 2050年将的法国太阳能产能提高10倍 并将路上风电厂发电量增加一倍啊 从原来的10到12年缩短到6年 包括太阳能农场时间等等啊 过去还有这个核能问题吗 始终这个啊 说是这么说核能也是个清洁能源 但是这背后究竟怎么发展呢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了 这也说人啊 始终也是 你说说是这样说 核能确实也是个清洁能源 那你你说不发展也不行 那你比如你在自家旁边 你建一个核电站 你自己也不舒服啊 对不对啊 这个始终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不能没建在我家旁边 哎呦我就支持建核电 那个核电站建在自己家旁边了 你就是翻嘀咕了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啊 如何让它更安全啊 或者说能不能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性方案啊 这这些都都是要投资啊 所以你看啊 可以满足70万人的需求啊 产生很多的就业 你看啊 你说东升西降 我看的是欧美有大的机会 而事实上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天天骗韭菜啊 事实上他自己还在往外投资 你看啊 他就他就在共享人家欧美的红利啊 你看 林德时代欧洲区总裁称啊 该公司在欧洲 马上要开设第三家了 已经是电池工厂 此前是2022年6月份 国宣高科这些都都是 什么习家军啊 什么什么军啊 对吧 在德国歌亭根的工厂举行街牌仪式啊 这一次公司首个在欧洲电池生产运营的基地 8月份 林德时代宣布投资不超过73.4亿欧元 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市建厂啊 9月份 蜂巢能源宣布在德国建设其第二座海外工厂啊 在德国啊 你看都在往外润啊 机会在海外啊 啊 2019年以来主要的动力电池厂商啊 海外业务营收整体层快速增长态势 林德时代海外营收从2019年17亿啊 增长到2021年的278个亿啊 增长了十几倍啊 占总营收从3.72%增长到21.38% 你看林德时代五分之一在海外 没有海外市场他什么都没有啊 要意为理了2019年到2021年海外营收分别是16.98亿 三十八点五亿六十八十六点十一个亿啊 两年增长了于四倍 你看他自家的上市公司大公司在往外投资 天天告诉老百姓啊 这个东升西降了 外面不行了 你们留在中国 你说这拿缺心眼啊 也就是这些官员天天告诉你 我们爱国啊 这个子女送出国啊 这个什么什么生意也在外面啊 情人也在外面 老婆也在外面是吧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特别臭不要脸特别恶心 就他自己也在往外走 这里面一个当然是我恶心啊 另外一个方面呢 证明现在中国受的制裁 他这个工厂如果不直接设在欧洲呢 他现在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如果不直接设厂 包括当时曹德旺嘛啊 是不要玻璃啊 也是在美国设厂 他也是有远见 也是看到了中国这个越来越跟外部脱钩啊 细胞子上台 如果不直接在外面设厂 到时候可能卖不出去 可能就不符合人家的采购标准 那往外往外润啊 所以这里面就就反过来了 你看几十年之前啊 丰田要在中国开个厂 什么 什么马自达要在中国开个什么福特呀 大众呢 就在中国开厂全要给中国股份 啊 你要分当时确实是分享中国红利啊 那所以在求爷爷求奶奶 在中国成立个什么一气本田啊 什么什么大 对不上气的上气大众 是吧 就就要合资 那现在就反过来了 你看什么 东升系这样东升反过来了 外面你现在要共享欧欧美的红利 你要把工厂设到欧美 给人家创造劳动机会 确确实是发展国家嘛 现在现在 除了去东南亚啊 很多回流 尤其是高科技 尤其是这个比 比较好的产业嘛 大家就全部回流了 你你要分享我这个到时候是三万九千亿的订单 你在欧洲设个厂 不然我不采购你 到时候有一些采购标准 对不对啊 所以你爱玩玩 不玩不玩拉斗啊 所以现在话语权已经变了 话语权在欧美那里 我看啊 这是就这一轮集节目啊 就是真的从一般我就粗俗低俗的商人的角度啊 我是看了这个这个外面好像是越来越好啊 反正是中国不行了 看上去啊 所以这个先说到这里啊 绝对有点意思 点赞的分享 拜拜